新北耶誕城是全台著名景點 每年都吸引上萬民眾來參觀 除了台灣民眾喜歡 豐富的活動更是廣受國外媒體報導 今年耶誕城將在11月15日正式開城 一直到明年的1月1日連續48天 副市長謝正達表示 全部活動都有賴市府各局處的努力 也希望民眾來熱情捧場 這個耶誕城會是從我們的11月15日開始 一直到明年的1月1日 總共有48天這麼長的一個歡樂的假期 那過程中我們各局處我們通力的合作 所以今天來的各局處頭長 都是在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次耶誕城活動 邀請各大有線電視參與記者會 中嘉嘉和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陳煥鵬表示 新北市政府相當認真舉辦這場活動 希望用媒體的力量 將優質的活動內容推廣出去 也非常期待活動進行圓滿順利 我們有線電視業者 尤其是我們嘉和有線電視 然後新市部有線電視的話 每年都有這個機會來參與這樣的一個盛事 那因為有線電視的話 它屬於在地一個媒體 能夠跟我們新北市政府 那個在地的一個政府的話 能夠共同一起來這個 共襄盛舉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的話 其實我們都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記者會中吉祥物 新北小客以及胖嘟嘟的桑塔熊 率先亮相 可愛又毛茸茸的模樣 特別適合耶誕節 另外戰前廣場登區的 新北魔法森林 更是邀請獲得意大利設計大獎的 藝術家率領團隊 以新北意象為主題 打造出互動式的裝置藝術 文化與藝術的結合 不只點亮新北更是驚豔全球 數位天空新聞新北市板橋區採訪報導